税务有理,融资有道,做好准备迎战消费税吧 我是罗楚明,特许理财规划师兼VKA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您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榴莲张头,我是凯铭 九哥哥好,我是维尔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课题呢是 从哪里刮来的财源风 这是从哪里刮来的呢?什么财源风呢? 就是在马航之后,马航之前是财源六千人 是六千人还是四千人 在这之后呢,又传出了 比如说传出已经执行了 就是CNB Bank也财源了两千两百人 然后还有的是在Sharam那个地方的日本公司JVCK Wood 这个公司呢,它在那里要撤厂了 他们要把他们的厂搬到泰国去 在那边呢,又财源了五百人 然后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 比如说Extra啊,或者是这些 很多公司都有传出这些要财源的消息 还有就是我们的,不算我们 就是Sharam,我们这个Sharam的炼油厂 他们也似乎也在传出有亏损的这些东西 所以考虑要撤出大马 所以陆陆续这些事情加起来似乎 比如说单单就看财源这些事情 我们社会上就无缘无故多出了 接近十万的无业的人员工 你说无缘无故财源 也不是无缘无故啦 但是就是 肯定不会是无缘无故财源 我们社会无缘无故多出了这些人出来 是是 这些财源,我刚刚听这个题目 我又突然让我,如果不看字的话 从哪里刮来的财源风 听起来像财源滚滚 现在真的财源滚滚啊 你看就很多人被财了 那这些人就失失业 那要怎么去安顿这些人呢 目前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已经面对了很大的一些内忧外患了 就是自己本身的都尼不萨过疆 那如何去接 怎样讲接济这一班被财的这些员工呢 可能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有人讽刺说 那反正政府官员 我们的公务员都已经在膨胀了 那不介意啊 就些多几千人也没有问题 但是要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 我相信是一个企划啦 是不能够当真的 因为你真的是要接纳 所有的人去当公务员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公务员已经很过剩了吧 感觉 是不是过剩呢 就看你怎么去运用 如果你用的好 每一个人都发挥它价值的话 其实对马来西亚整个 运作在于处理一些事情上面 政务上面的一些运作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效率不太好 某一些部门可能效率不太好 不敢说全部 因为确实有一些是提升了 我自己本身面对的 可能去某一些部门 部门 他们的效率是已经提升了 相对比起以前是真的好很多了 这个我必须说句公道话 但是有一些部门呢 确实还是用很悠闲 悠哉悠哉来工作的那种 过这些我觉得有很多说 它是我们部门的这些程序处理 程序太过繁琐 造成的这些很多很不必要的东西 员工自己可能也很乱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造成这些人也做工作的不怎么起劲 就慢慢来吧 对 所以这十万人如果再加入这些的话 会不会增加效率 似乎也很难说 可能反而就是人多了 反而不好做事情 有十万人那么多吗 就是现在失业 也不算有十万人 可能你要加上所有的 就马航的四千人 你在CMV Bank的六千人 然后在六千五百人 再加刚刚那一个 如果说效的这个部分 也是撤离马来西亚的话 可能你还要再增加多几千人的员工 所以其实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事情 会对我们社会发生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打击呢 也许当时 或者可能马来西亚的政府 应该从这个事件上 汲取一些教训 是怎么样呢 可能需要修改一些外资政策 比如说今天有一些外资 进到马来西亚来 那当然你在这边发展 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要有一个退出的这种计划 这种退出计划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做任何投资 你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退出的这个计划吧 对surrender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的package 所以当你让外资进来投资 发展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制定一个退出计划 比如说今天 如果你们要撤出马来西亚 你们的公司的员工 你必须做好妥善的安排 不单只是赔偿金 还要安排他们到相对应的一些领域 去进行去他们继续他们的这个事业 当然这个是不能够百分百 我知道说起码你要照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这个员工吧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举个例子像shell 他要退出去了 那在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这些油厂啊 比如说patron patron啊这些是马来西亚的吧 对不对 既然是由马来西亚人掌控 主要还是马来西亚人掌控 那是不是可以安排就shell先跟这些人 这些主要的领导层高层先谈一下 你们这个哪个部分有一些空缺 或者还可以空出职缺空缺出来的 安排我们这边人过去 当然先通过你的面试 再让你决定你要把安排在c年还是junior 还是怎么样一个职位 总之我先把在我离开之前 我把我公司的所有员工或者大部分员工 安排好他们的未来的去路 不过在CIMB方面似乎他们 看报道里是有提到 他们有的确是有做到这些部分的赔偿 或者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外资测厂的话 似乎没有太多的安排这些东西 而且在上个礼拜 我们跟苏恒生先生有谈到 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低薪劳工的一个经济体系 就是我们是吸引外资金来设厂 然后我们有我们这些劳工的低薪 但是其实也不是我们劳工是外劳进来做这些东西 我们是靠这些来维持 让这些外资继续停留在我国 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外资测厂的这样的消息 就是代表我们在 那你就把这些外劳带走啊 反正你都测厂 是你把他们找来了 你就把他们带走啊 对不对 为什么把他们留在马来西亚呢 所以但是这也表示了一点 就是我们可能在东盟里面 在低薪劳工这方面的竞争力已经不够其他铃国好了 因为这个日本人的公司 它是要搬到泰国去的 所以我们以低薪劳工为主的经济体系 还不够人家竞争了 证明这是一件好事啊 我们往高薪的方面去了 因为我们要实现2020年宏愿成为高收入国家嘛 所以我们要逼出这个前例 我们本来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所有外资测出去 那么就把我们自己逼出这个前例 逼成高收入国家了 但这个情况是 首先我们能不能适应这样子一个环境 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就是可以接受高收入国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你看当这些外资全都撤离 作为一个商家 很老实说 如果我是一个商家的话 我自然也要减低 我尽量减低 我所有能减的部分的成本 包括人力方面的成本 我能减的话我就减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来到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竟然要提 会让我的成本增加 我干嘛我要在这个国家投资啊 我的回头肯定是比较低了嘛 对不对 我肯定要找一些比较廉价 稍微廉价的国家去投资啊 所以马来西亚 可能像你说的这样 可能还真的是能够逼出 我们来下这些 这些suffer方面的这些潜力啊 弄桥反拙吧 就是你现在把这样 这个只是说了哪里可能真的呀 如果真的是用这种方式逼出来 我觉得这个政府是脑袋 真的是要去看精神病科 我们政府现在可能也没有心情去管这些事情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风潮会不会持续下去 似乎还真的是有可能就那一天 刘永山我们的我们流言台的议员 过来其实还有说到 不是流言台的议员啦 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的议员 对吧 流言台的议员 当加码去打 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到了 孔令隆先生 他是利安达国际会议事务所总职长 是 哈喽 孔先生你好 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孔先生很久不见了 就是最近 是 都还有在飞国外吗 有有有 都有在飞国外啊 到北京到香港公司去啊 哦 那我相信你也知道说 在国外和在马来西亚情况 你都一定有在留意了 那在近期呢 就是你看这些股市啊 尤其你说飞到北京 这中国股市垮得非常厉害啊 有没有些什么影响呢 对马来西亚那样 对马来西亚和对中国内内内陆 对中国当然是有影响啊 嗯 因为呢 中国的这个啊 一开盘的这些上市的IPO呢 就已经是啊 要喊停了 好 嗯 那那现在是那边有没有面对一些 我们当然知道肯定这个股市垮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只是那个影响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你在北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如何的 其实呢 现在的影响呢 还不大 因为呢 每个人呢 还希望着股市呢 应该是会回转回来的 嗯 每个人是在观望的 哦 因为他刚刚开始呢 他觉得呢 这应该是一个调整 然后会回来的 所以到你看来 这是一个短暂性的现象吗 呃 到我看来 他应该不是短暂性的 哦 因为他判的太高 他股市是这样 判的太高呢 资金是有限的呢 嗯 所以这些人民呢 他的钱呢 也是熟悉的钱 每个人 我在北京看到 每个人都在谈股市啊 嗯 他讲房也不买了啊 全部在打 银行也不存钱啊 他讲了 嗯 每个人在炒股啊 每个人在谈这个局势啊 就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大家都趁机入股了 平时他也不是讲太便宜 大家都有抱着一个心态 想要赚多一点 哦 所以这样子整个 不单只是中国股市啊 全球的股市都有面对这种情况 而且经济好像也面对了一些问题 那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呃 近期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新闻啊 就是谁谁谁在裁员啊 CNB啊 JVC 车厂啊 等等这些新闻啊 听起来到对好像对马来西亚整个经济 是带着非常非常负面的一种感觉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 其实打从马来西亚从两年前开始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平地机构呢 把我们的这个处在负面啊 嗯 最近也发回升了 平稳了 嗯 但是这个呢 只是一个那天 只是一两天转站看到了吗 马币的啊 回稳啊 现在马币又跌了 是因为呢我想呢 也是跟希腊的有关系了 对对 所以这个欧元区呢 马来西亚呢 这两两三年来呢 我想应该这样谈吧 从五年然后三年直到现在了 嗯嗯 那一三五来谈了 好你说 所以这个呢我想呢 在政治上呢 政治上呢都很多这些看到一些负面的在报道上嘛 在媒体啦 外国的报道呢 外国的报道呢 好像我从啊外国的报纸呢 看马来西亚呢 都有某个层面的这些负面的报道 然后呢 我们看看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的指数呢 我们看它的成长率 似乎好像是很好 有5到6% 嗯 然后呢 首相就有宣布这一轮的这些经济的转型嘛 所以我们看到啊经济的转型呢 它带来的效果呢 其实在数据上它是有 但是在平民呢 是没有感动到 然后呢 尤其是马来西亚啊 处在这个火车头 这个经济火车头的中小企业 我们也知道中小企业在2014年啊 11号被重新定义5000万以下 我觉得5000万的这个企业以下呢 它是不会小了 我讲中小 我不讲危险啊 嗯 所以这些呢 企业呢 我们就看到 他们都会讲 哎 没有什么反应啊 他们呢 好像没有什么受益到啊 在这个转型啊 所以这个呢 这从里头马来西亚的一些 一些啊 感觉了 嗯 如果是从外面看来呢 马来西亚呢 只是好像跟中国40年 41周年啊 然后呢 啊好像贸易啊 超过1000亿 但是外国的投资者呢 其他的投资者呢 啊 1000亿我们在看的 很多人都被误导了 这个啊 1000亿大海是 这个是贸易啊 我想是投资来的最重要啊 因为投资 它是啊 长远啊 所以在啊 呃 外国的投资呢 毕竟呢 是增加的幅度呢 太少了 啊 嗯 比起 邻国 好像泰国和印尼来讲了啊 嗯 所以马来西亚这个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指数呢 我想它就会产生一个没有什么正面啊 嗯 所以这个会使到马来西亚经济好像你刚才讲的裁员这些了 嗯 所以马来西亚一些大的机构啊 它本土的机构也正在裁员啊 更何况呢 一些外国的机构 外国的机构呢 他可能不来裁员这一套 他很可能呢 就撤资了 嗯 为什么自知呢 外国的投资者来呢 他必定是到着一个心态 一个长远的心态呢 还有呢 他是要有一个盈利的啊 因为盈利他不可能来了 嗯 所以他这个盈利万一是被啊 我想被吞噬掉好像没有了 他就会了撤资了 所以我想啊 这种啊 到现在呢 最近的这个希腊 还有我们的原油价格呢 还是没有上到我们你想的一个价位了 还有这个希腊的这个欧元制的影响了 我想啊 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的蛮有啊 现在处在蛮有挑战性啊 嗯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呢 毕竟你看不单只是人民要面对 政府要面对 现在这样做裁员的情况 突然间就造成了 在马来西亚突然多了很多失业的人士 所以失业率肯定也会增加 那这种情形自然相对千一把动全身 呃 马来西亚经济肯定也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和影响 而目前政府所面对的这个是我该说的内游外患嘛 就里面又有一马的问题啊 而首相那基也面对非常多的打击 包括Wall Street Journal的这些报道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很负面的东西 它会令到马来西亚目前是陷入一个像你说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种局面 那这种局面呢 你觉得马来西亚作为马 如果马来西亚政府呢 他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人民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样子一个挑战 我先讲人民吧 人民呢 所以人民就要 我是讲一句话 开源接流 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些人民呢 虽然每个在怪罪这个消费税 我这个消费税就是第二期你已经讲了 他不质疑这些规律啦 还有国际的经济啦 还有这些负面的信息啦 所以我想马来西亚的这些人民呢 应该呢 就要 不应该买的东西呢 是不应该买啦 然后呢 这些好像我们讲房地产 房地产呢 现在的价格呢 也是相当的高 所以房地产如果是拿来投机的呢 我想呢 这个得要小心啦 尤其是平常只是一个打工主啦 因为收入是有限啦 然后呢 在呃 我想啊 到外头啊 买一些比较自制品的东西 我想呢 这一两年呢 就应该要啊 再考虑啦 如果讲到平常的企业呢 好像中小企业呢 我想呢 应该要啊 看到我们的这个市场啦 尤其是现在AEC的这个东东这个市场啦 应该要去开拓啦 不然的话呢 马来西亚的企业只是靠这个三千万人口呢 我想呢 它是不至于呢 能够啊 长眼的生存啦 这个呢 这个呢 只是短期的啦 所以很多企业呢 它会慢慢的萎缩 这个是相当挑战的 还有相当危险的啦 关于这个政府呢 我想政府应该呢 要啊 立刻的处理这一些负面的消息啦 尤其是在啊 汇率这些啊 国家银行呢 应该要啊 有一些策略性的啊 来来针对这个啊 汇率 因为汇率呢 当然我们啊 出口导向啊 汇率的出口导向 它当然是有啊 这些收益的啦 但是在在 中期来讲呢 我觉得收益也不大啦 它会自行的调整啦 当然马来西亚的很多一些进口的产品啦 马来西亚用很多进口的产品 这个无形中呢 我们半年就会看到它的效应就会相当的高啊 相当的贵啊 对 马来西亚的建材啦 这些东西都是相当的昂贵的啦 所以我想啊 政府呢 应该在汇率方面 然后呢 在这个啊 我讲负面 刚才我们所谈的负面的消息呢 啊 啊政府呢 真要当机立断的 针对这些负面的消息呢 做出意义的重庆啦啦 以便呢 不只是人民 人民对政府更有信心 我想呢 外国的基金经理啦 外国的好像Washill Journal这些啦 好像一些媒体啦 啊都要呢 对马来西亚呢 应该要返回马来西亚的一些信心 这是政府要做的 因为人民是不可能做到 人民只是做到的 它是提高这个生产力 所以政府呢 也要应当提高其生产力啦 就是讲啦 更有效的面对这种负面的 经济的一些 不利的因素啦 嗯 所以在 消除这些负面的因素 只有政府可以 呃 再澄清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这些东西 属实或者是 呃 有这些事情出来的话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吗 如果是属实的话呢 这个呢 就应该要看怎么用一个策略去针对这一些东西啊 啊 所以很多 很多国家的新闻也是属实啊 但是马来西亚应该要有一些 我讲是fundamental 基本的东西啊 要根基要很好啊 以便在短期之内就要解决 这个不能讲中期还是长期啦 知道吧 以便呢 马来西亚经济呢 不会处于一个负面的 知道吧 嗯 所以这样看起来现在的情况 马来西亚的情况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政府在面 您说刚才政府需要澄清 但是政府现在面对的这些事情 呃 他们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决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反而要澄清自己的事情比较多 那么 其实 其实我讲不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应该是最短的时间啊 就要啊 有一些啊 资料啦 信息啦 文件啦 去澄清啦 一切的 一切的这些负面的经济啊 嗯 嗯 而且呃 有一个 有一个呃 说法是这样子哦 有人在网络上就把呃 马来西亚和希腊拿来做比较 你觉得这个是有可比度吗 而且你觉得马来西亚可能会步上希腊的后程吗 呃 不会啦 不会 其实不能这样做比较啦 我们不能讲比较啦 工作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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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长短之间那些什么东西 嗯 其实马来西亚呢 其他的他的这个fundament的了 我们的体验呃 嗯 呃 不像希腊了 我们的体验呃 比较稳啦 呃 然后啊 希腊呢 他他这一轮呃 是 其实讲太过啊 呃 就像我们警察人讲用钱是太过多了 你知道吗 嗯 接待呢 也很多了 嗯 所以这些我们根据是好的啦 是吧 如果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每一个体验都有生产力的 他不能这样比啊 啊 嗯 嗯 不能比好像欧元期好像他的他的这个我们讲他的这个这个债件 拿到吧 嗯 所以的债件也不是很多 当然马来西亚在亚洲的这个欧元期的债件是第一了 嗯 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些啊 债件再拖完手了 100%的拖手了 这个我们可能是啊 啊 不能降低了 嗯 所以相对来说 马来西亚呃 是在呃 短期内虽然面对一个挑战 但是在经济方面呢 还是复苏的机会是蛮大的 对不对 不会走到 嗯 但在在 如果是以您的预测来看啦 你觉得我们应该呃 如果是刚刚你说的都做到的话 比如说政府方面他们有应对的策略 然后人民呢也开源接流 需要多久的时间来复原啊 大概是一年了 哦 一年就可以复原了 如果真的做到的话 只要一年半 哦 这个是算是挺快的 它不是复原到呃 本来的就是正面的 嗯 它应该复原到贿力啊 还有信心啊 你知道吧 嗯 嗯 但是我想呢 马来西亚这个政治的斗争呢 这个带来呢 这个很串敛的影响 嗯 所以这个呢 是很难以解决 所以就是说呃 就以年预测来说是一年实际上的复苏 但是由于这个政治的原因 所以可能是做不到一年复苏这样的情况 对一年到一年半 它会啊 我讲回稳 嗯 但是呢 你讲复苏到以前的啦 知道吗 嗯 好像我讲啊 那对于现在已经已经已经深受影响的人 包括这些被裁的员工 呃 能有什么方式解决呢 像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个策略来帮助 呃 这个好像是呃 被裁员的一些保险 嗯 嗯 这些只是一个呃 我是讲 金钱上的一些一些补助而已啦 对 所以我想呢 长远呢 不应该是以这个来做做补助 还有这个衡量啦 应该呢 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呢 好像现在在呃 做的基建啦 看到吗 发展的基建啦 是 应该要继续的发展啦 嗯 以便呢 好像这个公交车啦 这个东西 以便呢 能够呢 让人民呢 更受悔 啊 能够在公交车 在基建方面受悔 然后企业呢 应该更走出马来西亚 把东盟的这个六亿人口啦 而不是马来西亚的三千万人口啦 成为我们的市场啦 嗯 但是呢 这些裁员的呢 这个短暂呢 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呢 很多的这个企业啊 在面临这个 消费税率啊 啊 它已经是三个月多了 消费税率 从事业也好呢 很多的这个 我是讲啊 生意进行的成本啊 嗯 都往上 啊 涨了 所以这些呢 所以讲要再互用 之后的这些研究呢 我想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之前我记得 呃 好像在做宣传GST的时候啊 就是政府部门宣传GST的时候 他好 他们好像没特别提到 呃 营运成本会增加 那现在实际上的情况看起来 呃 像您说的 有很多商家已经发现到这种压力 呃 在成本上面的压力 而且呢 呃 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消费者感受到的 就是整个市场啊 他弥漫着是一种比较哀怨的气氛 无论是消费者或者是商家都是有那么多的怨气 关于这个消费税 所以变成了就是整个很负面啊 其实呢 消费税本来他不应该是负面的 嗯 所以之前我也是讲过 他是他是不会呃 增加这个呃 物品的成本啊 嗯 因为呃 消费税才有进降税跟消降税的底扣吧 还是能够锁回啊 但是呢呃 他会增加这个盈盈的成本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聘请一些会做的人啊 还有电脑啊 啊 这一些东西都是会增加了 这些盈盈的成本 但是这些这些是一次过的嘛 对不对 你做了一次过后 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就不用再一直在花这个钱啊 对 但是呢 这个一次过呢 这个一次过当然是在半年的效应啊 嗯 半年到九个月的效应啊 然后呢 我想因为啊 买价呢 好像现在的这个退税情况啊啊 嗯 退税情况也是很糟糕啊 到现在很多的还没有拿到他的退税呢 所以这些也会影响啊啊 企业的现金流动啊 我想企业的盈利呢 不是他分纯的这个这个根据啊 而是现金流动啊 如果现金流动卡住了这个呢 无形中也会增加这个利息的成本啊 经营成本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这一轮啊 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要讲的就是呢 马来西亚企业在还没有实行这个啊 消费税的时候呢 都会轮云逆云 然后呢 每个人呢 都会觉得 哎 消费税来了 因为他不大了解什么消费税能够抵扣的 就啊啊 成本会涨价了 所以我先赞啊 以其你赞我先赞啊 所以很多的这些物品啊 来源啊 来货呢 都无形中有这个上下了 所以我想呢 这个情势 我实际上在讲了 就是情绪上的同盟了 只是你想而已 他就上了了 每个人都在上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平民啊 平常啊 我们要吃的东西啊 小饭啊 他都会上下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使到了 我们整个简牌力所讲的 弥漫着呢 好像很负面的一个情绪了 就是每个人觉得 别的东西贵了 他就是负面了 嗯 所以听这样子讲 我突然觉得人生很绝望了 其实感觉 我们总来说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 好像08年的啦 97年的啦 知道吗 这些这些 这还有84年 87年这些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问题是在于 你看好孔先生 你刚才说到这个整个环境 是好像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现在有那么多人裁员了 等于说在抢工作的人也多了 而且要开源节流 好吧 节流可能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怎么去开源啊 现在我要找一份工作都难了 更何况还要去开源 所以我根本没有更多的这个收入了 那我要 刚才您说讲的这个东西 老百姓啊 当然打工一足的了 怎么开源的 而不是去找很多份工作了 知道吧 其实就是这个 知道吧 提高我们的生产率 知道吧 不是讲啊 8点半到5点半就放工了 知道吗 然后准时放工啊 准时吃饭了 知道吗 但是工作的时间就不长了 所以这个要有效的工作时间 以便能增加这个生产率 如果生产率能够增加的话呢 而不是三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 很可能是两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 降旧的公司的这个盈利呢 当然会牺牲的 为什么会牺牲呢 因为这个 我讲这个成本的 他会降旧啊 老板 老板一般都希望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 而且员工 努力 努力了之后老板也会加薪之类的 到最后是老板在赚钱 其实他 其实会加薪啊 这些都会加薪啊 加薪为什么怎么会加薪 为什么会采源 这个很少人的 不是讲自己会真正的去研究这个 是因为呢 冰水是从那里来的 我实际上也是从毛利那里来的 对 如果毛利呢 没有毛利呢 那不可能加薪的 甚至采源的 一定采源的 如果毛利减低呢 冰冰呢 如果减的话呢 严重不自动辞职的 所以他没有减呢 所以公司呢 不能支撑的 对毛利呢 这个相当重要 现在买货也这么贵了 知道吧 还有取价呢 也很难 很难涨价了 又有这个反暴利税了 2011年的反暴利税了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呢 一些环环相扣的一些客体的问题 所以呢 那今天很感谢孔玲龙先生 给我们分享这些事情 那下次有句话 我们会再联络你 好 谢谢孔先生 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聊 OK 拜拜 拜拜 生命密码场 小冬 今天你可是爸妈的骄傲啊 是啊 被哈佛大学录取可不简单啊 是非常荣耀的事啊 小冬 将来前途无量啊 是啊 是啊 今天 舅舅舅妈 大伯 二伯 还有你的表兄弟妹 全都下来向我们道贺了 我都说了 别弄成那么大件事 等我未来毕业典礼 才庆祝也不迟啊 哈喽 哦 yes 小冬 哦 yes he's here home priest 小冬找你呢 好像是哈佛打来的 哈喽 yes this is小冬 yes 啊哈 yes wait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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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you say what 小冬 你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说 小冬你怎么了 他们说我搞错了 录取的不是我 是跟我名字一样的学生 录取通知书的地址也写错了 我根本就不是哈佛的学生 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难道他们要杀死我的儿子吗 噓 不要说了 小冬 别急 爸爸帮你去问一下 也许是他们弄错了呢 爸 你帮我再去问一问他们 肯定是他们搞错了 要不然就想要瞧准我的学位 老公 你一定要为孩子讨个公道 哈佛做事哪能这么随随便便 就算出了错误 也得送我们家小冬 爸 我要嘛去哈佛 要嘛我就死 老公 我们亲戚朋友们都知道 小冬被哈佛大学入取了 现在出了差错 小冬怎么见人啊 我现在都没有脸去见别人 我也不想活了 爸 我不想被人取笑 我不想让人说我是骗子 老公 你一定要帮我们出气啊 面对困难 保持平常心 不计较得失 生活会更好 刚刚说到也是 说到最后这个点 我觉得是双向的吧 是双方面的 今天我认同 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生产力 因为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够单靠就是 每天就中外边怨天忧人 这个环境就好转 不会反而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效率 提高这个生产力 但是提高效率 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呢 是不是公司 你说我们说的员工 那老板方面 是不是应该也要懂得appreciate 就是要懂得去感恩 然后除了在在钱方面 给的比较合理之外 就是在行金方面 那其他的方面的 待遇方面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是相对应的 这个可能好像我们要讲的是 负面情绪的循环了吧 就是员工觉得 老板肯定不会这样对我 那我也不需要那么努力 然后老板就要你这个员工做到这样 那我也不想给你太多 所以这种是因果循环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正了解 其实提高生产力呢 这是双方面的 员工要提高 老板方面要提高他的生产力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又请到另一位 罗楚明先生 他是VKA特许财务规划师 罗楚明先生你好 是路易早上好 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要谈财源 你公司有没有财源 还好没有 没有啊 证明公司的财务状况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 对不对 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有没有什么密 我们做理财的都会搞到财源 这样我们应该会 应该需要要检讨检讨 你说的对哦 就是如果是做理财搞到财源 确实真的要检讨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些秘诀吧 就是如何能够让一些企业啊 就是能够做的比较有效率 就好像做理财规划样子 然后搞到这公司不会财源 即使面对很大挑战 也有也有办法能够运转过来呢 一般上我觉得是这样 以往的战绩啊 就是这样成绩非常好 可能业绩非常好 不代表未来都可以保持 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东西 我看到我们都看到打个比方 Codex和Nokia都被淘汰了 都被够了 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让我时常提醒企业家讲 你们的经营模式一定要随着 整个趋势 整个经济的发展而改变 不然的话也会被淘汰 我跟他讲花梅百日红 花五百日红 但是情况是这样啊 你看我们说是容易 但是做的时候呢 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运作 刚才孔丽龙先生也提到 各自成本的增加啊 然后就面对外资的 不是撤离啊 还有国家的整个经济策略 一些挑战等等 就造成了他很难去 转过来 如果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他唯一的选择 要么我减薪 要么我裁员 所以如何能做呢 这些东西都是 不是一早 就是讲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或者几个月 其实这些都是年和年累积下来的 所以一般上 如果真正有规划的公司 他们一年都会做一个预算案 都会做一个预算案 就打个比方啊 我们讲JVC就好了 最近JVC Shot Alarm的厂都关掉了 然后五百个人没有 事业嘛 但是如果你真正看到他 在捉货的厂 他还在请人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调整啊 只不过这些东西可能 缺缺一些比较好的规划 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捉货的厂需要人 这样我可不可以优先 就是讲优先的提供给我的 现在Shot Alarm要裁员的员工 看一下谁愿意 下去那个厂做 然后在整个两个厂的财务报表 一个厂要裁员 一个厂要增加员工 这样两个厂的财务报表 都一定会有差异嘛 这样他们会不会有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如果他们没做 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原因是这样 应该说 他们很多公司是这样 当大企业来到 因为部门太大 或者是我的厂太多 我的点太多 然后各自独立的形式 而每一个人都要把各自的厂顾好 而没有牵涉到总部的 那个真正的总裁务报表 这个也是我有发觉到 尤其是马来西亚 就打个比方 我有十家店在全马各地 但是每一家店的操作都是独立各地的 往往总部就没有采取一些分析的策略 导致有一些店生意不好 导致要关闭 有一些店生意特别好 那这说起来就是 不管环境怎样的改变 或者是这些政治因素 什么因素 只要其实处理的好都可以熬过来 就是都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对对对 因为一般上是这样嘛 一般上我们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一个家庭 一个感情的和谐都好 它的最终点的源头还是来自钱 当我们天才管理的好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可以 方面都可以解决 就打个比方 最近你们有听说 你们应该都懂李玲吧 李玲 李玲在去年如果没有记错 他关掉千多间的outlet 你说的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品牌吗 运动品牌李宁对不对 对 他说那个会惊讶 他我关掉千多间 像我平均一间我有十个员工 我关掉千多间 我不是很多员工职业 嗯嗯 他又怎样去片排呢 但是往往你看回他 现在的所谓的战绩而业绩 他都没有掉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转型了 他转型去互联网 嗯 啊 所以他把他把他实践和互联网 扯上关系 然后他把不必要 啊 他把原原本的实践 把一部分关掉 然后他怎样安顿这些员工呢 啊 这些都是我们马来西亚 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他是怎么安顿呢 其实 老实说我们 一般上因为李玲他们是自己制造他们的那个运动商业嘛 对对 我相信他们呢 当他们他当他们跟互联网扯上关系啊 一般上如果以整个中国和全世界的那种科技发达 尤其是IT 他们的啊 那个年年月季啊 年营收都有真无减啊 换句来讲 他的厂的需求量和制造量啊 都会是大大的增加 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现在实践的员工安排去 我就把我的实践的开销转移在我的生产部 转移在我的研发部 所以这个其实是内部资源的一种调整啊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对 那这种方式确实是非常的有效率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可以应对整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企业包括外资 他们本身竟然是没有做到这个点呢 是因为马来西亚政策没有没有这种保障吗 还是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做法的 都有很多因素啦 如果你问我最近发生的啊 给给我们大家不只是外国人 尤其是本地人都会感觉到啊 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治不稳定啊 包括我们自身都会感觉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马币贬值 然后马币贬值啊 由16年来啊 最惨的一次啊 然后反而政府好像没有任何的措施 来预防这些啊 马币继续贬值啊 然后然后就继续掉 而我们去跟很多基金经理谈过 我可以讲大多数的人都会预测 他肯定会继续贬 还会继续贬啊 还会继续贬 而我们比较悲哀的就是 我看没有政府有任何政策来预防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点 因为因为因为马币贬值啊 当我的厂设在马来西亚 当我要做就是讲export 就是运出国的时候 虽然我可以 我的量可能我的order会增加 因为便宜嘛 但是但是不代表我的顾客 会跟我会跟我order更多 明白啊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用回同样的量跟我order 比如说每个月我都是两个container 但是我的营收率啊 会大大的跌 那个幅度大大的跌下来啊 会追换率啊 然后然后再加上我的成本没有减 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很伤 那那我想问啊 我想问就是 如果今天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做了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呢 就比如说就像当时在98年 这个敦马做的一个决定 跟美金挂钩 或者是跟某一个汇率挂钩 就定在一个数目 比如说可能真的假设了 跟美金挂钩 定在3.8还是3.7啊 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策略 你觉得对于马来西亚整个经济有帮助吗 如果给我期限 因为当时候我们的敦马哈迪医生的那个年代 是因为遇到经济大风暴 对 所以他采取那个策略是可以应对 而压住那个麻痹的贬值 但是现在的情况因为不是经济风暴 而马来西亚有很大机会 如果你看回去年 去年的成绩其实蛮不错 只不过今年真的很糟糕 然后以去年的成绩 我们应该是在上升的阶段 如果我们把它定在一个价位 我反而觉得对于马币来讲 会有一点风险 反而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政府 应该采取一些良策 一些措施 来让它停止它继续跌 而慢慢的拉回那个价钱 因为毕竟 虽然所有的基金经理的分析 那些经济学家分析 都讲马来西亚会继续扁 但是他们还是很看好马来西亚的市场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是不是他们已经看到一些东西 是认为说虽然会扁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的钱 还是可以再开发起来的 他们有没有说了更详细的东西 这些基金经理 而且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上的策略 如果站在财务规划 和站在基金经理 他们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他们作为马来西亚财政部 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看回最近我们的那个Fish的评语 是上升了保持平稳 当它还没有出来那个成绩 还保持我们A减的时候 大家大多数人都会预测 它掉到三个币 但是为什么Fish还可以给马来西亚 保持回A减的那个水平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1MB的力量那个动态大了 这个是影响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采取了GST 所以他们把GST的营收率 今年他们预算可以接近营收 230亿的GST的税收 他们来做另一种计算 之所以他们可以保持 这个也是经济那些学家能够看到的 就是如果今天政府既然有了一个GST 我们的那个消费税 如果他们230亿好好的利用 马来西亚的市场的整个潜质还是有存在的 这个是他们的大多数的报告都会以这样的方向来分析 但是如果政府继续就是不应该讲 不懂得善用这笔GST所收回来的消费税 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真的会陷进 一直会陷入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能打救马来西亚的面对的经济问题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所贡献的GST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全部人都有这个责任 应该责任最多去消费才有GST 而且当我们真正分析 像JVC Panasonic 包括最近的Shelf 他们也要撤走 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 除了马来西亚经济不稳定 马币贬值令到他们亏损 因为他们的原料还是在提升 因为兑换率的问题 然后他们把它移去泰国 移去中国 他们计算了他们的整个成本的费用来的更低 这个是第一 然后第二 他们好像Shelf 他们为什么要把它IT的部门 从今年撤去印度 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才的水平 还不及印度 因为印度是全世界第三大IT的国家 他们那边的水平真的很高 因为今天 尤其是IT 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实战经验 我们的水平拉高 我们真的是很难跟其他先进国比下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找不到人才在马来西亚 所以讲我们要在 可能就高薪企业方面 就这些人才的方面 我们需要再提升 但是刚才说的GST可以帮助到我们大马 那这样我们大马人要消费多一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大马的消费是被硬硬挤上来 我们像大马人没有这么多的消费能力 被逼要消费那么多的造成贷款 反而变得更加高了 这样是好事吗 其实贷款那方面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最近银行 银行也在改变一些策略 尤其是房屋贷款 他们贷款的批准率 对房屋贷款的打击也蛮大 因为听说尤其是槟城 十个贷款七个被拒绝了 只有三个被批 所以这个真正来讲 我们也不知道银行内部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这个也是对我来讲 另外一个角度是好事 就是因为它可以 把马来西亚的房价还保持 不然的话它再继续飙升的话 坦白讲打工一周真的是买不起房子 这种举动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讲银行不好 但是其实他们这种策略 他们提高了他们的审客的水平 其实对整个马来西亚的楼价的控制 其实来得好 像银行的这一系列策略 对家庭债务方面会不会有帮助呢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报告说 家庭买下家庭债务呢 我感觉是挺高的啦 但是他们是说已经减少了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已经减少了 就好像我们以前的个人贷款 一般上都是很容易批嘛 只要你里面干干净净 你的credit卡有数额 然后他们乘以多少倍 然后去借给你 也不需要审客 三千就拿到钱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条例已经 我们讲比较严了 因为真的要控制一下 尤其是个人贷款 不然的话每一个人 因为现在当下我真的需要一笔钱 然后我去贷款 然后到最后我还不起 然后银行还要花另外一笔钱来起诉我 然后之所以为什么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的爆雄力 一直在增加 那现在如果 现在有裁员的情况 那就整个环境不是更糟糕了吗 我现在不单止买不起 我连可能吃饭我都有问题了 多几个月过后 就是我没有工作做 那怎么 那其实这个裁员 对整个马来西亚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定会造成影响 因为当每一个国家的失业 失业率增加的时候 我们整个国家经济肯定会影响 然后包括 我们讲间接的 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度 因为失业嘛 失业没有钱嘛 就可能会引起一些 社会的安全 对 所以到最后 我们还是会看回我们自己 我们还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准备好自己 只要我们准备好自己 我们才有能力跟市场竞争 就打个比方 可能我是JVC里面其中一个裁员的人 但是以我的经验 我可能很快就找到工了 如果今天 我真的是找没有工 或者是那种厂的经验 在目前为止 很多面对问题都不敢再请人 这样可能我在另外一方面 我可能会提升我自己另外一方面的经验 比如说我互联网的经验 这样我可不可以在互联网方面 创造另外一个机会给自己 这个是我在一些朋友身上看到的 他们毕竟他们也知道 一家四口两工作都做工 但是因为工资不高 他们的收入都有限 然后他们要买一个房子来自己住 也是能力有限 然后因为毕竟两个人做工 都要有两辆车 但是他们在网上有做一点交易 来帮补一下 每一个月的家庭的开销 他赚不多 他的整个交易量也不多 但是每一个月 他至少都有1000块到15块左右 甚至有时候好的话有2000块 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把自己提升的一种 我们讲危机转为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样子听下来 我发现好像我们就是大众的情绪 反而是决定经济好坏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 就是似乎大家觉得就是 我们经济其实还可以 就是因为大众的情绪而造成它的 很不乐观 所以是我们的经济到底是 现在其实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所以我变得有点不清楚 我到底怎么拿捏 到底是大众的情绪比较重要 还是就是我们实际的状况 其实真的是比较糟 还是我们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是要保持很乐观的心态 其实很多人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 很多时候不只是靠政府 也要靠那个公司自己本身 如何去发挥 就打个比方希腊 现在已经是破产了 但是如果你看希腊的那种上市公司 那种国际的公司 他们都是在赚钱的 只是政府破产罢了 如果今天一个政府破产 但是我的公司是很有实力的 我可以把整个 整个我们讲行政的总部 或者是我的厂 移去别的国家 这样我的生存机会也是很高 我也不会跟着国家破产 而我的公司也面临破产 不会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只是靠单方面 就是讲只是看政府怎样去做 因为有时候都是我们控制不了 我们反而觉得在个人方面你要做好准备 包括今天你的收入多少 你的开销多少 你一定要做一个预算 然后去保持我们的 我们讲良好的一个现金流 现金管理 然后在公司方面 如果今天我已经知道我的成本很重 然后我的业绩也保持 但是因为马币贬值 我的盈利也跌了 像我在某某方面 可能我的宣传方面 我要改变一些策略 比如说我每一年都有花两三百千在登报纸 可能我那两三百千 我就变成一百千登报纸 然后我在转移一部分的钱 我可能用online 我可能用互联网 来做我的品牌 还是什么 我把宣传的费用调整 这样不至于我要去裁员 因为毕竟当我裁员的时候 其实公司也是很很很 公司的情况也是蛮 蛮风险一下 就打个比方今天 为了我要省一些钱 我裁掉两个人 我裁掉两个人 但是突然间经济好转 我的生意量一增加的时候 我的人手不够 我也是面对问题 所以看起来 经济一部分好不好 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 就是在自己提升方面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了 我们感谢罗楚明先生 帮我们分析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 是谢谢你Luis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OK bye 是啊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嘉宾 这两位专家 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 我发现到有一个共同点 其实他们都说 马来西亚的 虽然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但是呢 不管这是长期还是短期 它是有附属的这个可能性 最主要呢 就看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好自己 比如说像孔丽隆先生也是提到说 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纯 只是看马来西亚这个市场 我们可以扩大跨出一步 到东盟的这个市场去 因为东盟本身的这个市场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所以作为商家方面 就应该有这方面的考量了 就是要把自己的开源节流做得好 就是自己的这个成本降跌 所以同时呢也要开源 那开源不是叫你去裁员 而是你想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生意 扩大到其他更大的区域当中 那作为一般普罗老百姓 像我们这样子 如果打工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像罗崇明 这位我们的财务顾客师 所说的 他就提到一个点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常说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那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机会不管来不来 你准备好的时候呢 你起码不会饿死你 但是机会一来 你不单止不会饿死你 你可能还会突然间 李渔月龙门 所以我们说的 身价百倍去 危机就是转机 是 所以现在虽然经济有一点萧条 所以只要你做好自身的准备 可能在他复苏的时候 他就是你成功的机会 所以大家就先把自己先预备好 在如果不如意的情况之下 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 以平常心对待 以另外的一个角度 把自己装备好 等待这个翻身的这个机会 的同时呢 你要让自己尽量活下去 也不要抱着太悲观的一个心态 而且呢 就希望政府这方面呢 能够拟定更多 对人民有利的一些策略 外资进来 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外资如果聘请本地人民 如果他撤资过后呢 就退出马来西亚过后 要怎么安顿这些人 等等等等这些策略呢 都必须拟定好 如果有这些政策的话 我相信从各方面来看 无论对国家 对人民 对商家 对任何一方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保障 嗯 没错 所以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 所以我们明天继续天马星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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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